8号开始 新疆阿勒泰清河县遭遇持续强健 科运站全部科运班车停运 布尔金县通往降雪 到16号下午 清河县积雪厚度已经达到76厘米 这天的降雪造成阿勒勒乡 整个降雪的深度是达到了一米 连续降雪天气对阿勒泰地区 交通供暖 蓄木业等都造成一定影响 目前清河县还在持续 公路部门也正24小时不间断清雪作业 以保证道路畅通 至16号傍晚 阿勒泰地区复运县城积雪厚度 接近50厘米 山区一带积雪最厚处超过一米 受连续强降雪天气影响 国道216复运县境内路段通行受阻 过去8天 当地交警部门已经对160多辆被困汽车 实施了拖车救助 开的一辆商务汽车 商务汽车因为车轮打滑是陷入了雪中 那么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作车 帮助这位村民 把这辆商务汽车从雪中拖出 退雪车四台跑道 已经全部就是清扫出来了 现在航班全部恢复正常 现在正是当地牧民向冬季牧场转场的关键时期 受持续暴雪天气影响 一些牧民家的牛羊被困转场途中 当地民警也对被困牧民展开救援 有一群牧民饲养的这个马正在雪中艰难地向前前进 那么整个雪的高度是已经贴到了马的腹部 那么根据牧民告诉我们呀 老情况就这样 好的 感谢苏梦从前方给我们介绍的详细的情况 那么距离冬天的过去还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整个清河县像这样的救援还有非常非常多 那我们了解到现在目前清河县还有将近上万头的牧民 和几百名的牧民是因为这样的积雪被困在了返回自己